五年一度的全国大选就好像人民代议式的大考试一样 那当然考试之前呢就必须做好准备 例如提名日就必须带上身份证 那除了候选人之外呢 选民也必须做好事前的准备 那目前呢有人就愿意免费为你提供一些服务 让你好好的履行公民责任 我们马上就去了解这些好康 509这一天呢大家都忙着要回乡投票 那对于离乡背景的人来说呢 回乡可说是长途跋涉 如果不是搭公交的话 就要确保车子是在最佳状态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回乡投票 部分的修车业者就发起了免费检查车子的活动 让大家安心的开车 回乡旅行公民责任 因为大选将来临了嘛 因为很多车要回去了嘛 所以我们尽一份行业咯 跟我的工人他们尽一份行业咯 把他们检查车子一路回去平安啦 主要的检查黑油 水啦 大家有没有发纹那些咯 还有刹车片咯 还有Braton那些啦 张定明也透露 自己也是第一次推出类似的活动 不料获得热烈反应 截至目前已经为十多辆车主免费检查车子 让大家可以在无后顾之忧之下 投下神圣一票 而除了免费检查汽车 柔佛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女性而设的免费服务呢 可能很多爱美一族呢 成绩以来都有涂指甲油 或是做指甲彩绘的这个习惯 不过在大选期间 可能就要做出些许的改变了 尽管选举程序法令呢 并没有规定 涂上指甲油 或是做指甲彩绘的女性呢 不能够投票 不过为了确保能够顺利的投票 大家还是应该把指甲给卸干净 确保万有一失 因为大家有一些女性都做指甲彩绘 所以就想到可能你当天去的时候 万一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气票了 然后所以就想到这个idea 就觉得可以免费帮他们做这个服务 因为过后时候 可能如果你再出去弄掉指甲的话 可能要多一个费用 所以就想要免费帮他们 投入美甲领域八年之久的黄书贤透露 一般上泄洗指甲油需要大约15令吉左右 如今他免费为大家服务 至今已经收到了十多人预约 他希望自己的小小举动 能够激发更多人回乡投票 特派记者陈思悬 韦一婷 柔佛报道